Jonathan他是一个996的白领 只是一个普通的蚊子打工仔 他每天早上调得烙铃 在早上七点的 但是每天却等到8点15才起来 因为他要跑去刷牙 洗脸 然后去上班 他坐在去办公司的公车上面 一边吃着他早餐 这是面包 是一些高糖 高碳水发 政治碳水发合物的食物 他每天工作像个 Slave Young 他的老板和他的同事 没有一个喜欢他 没有一个专重他 在下班以后 他回到家 看着自己的手机 在不停地刷 没有意识地这样不停地刷 在社交媒体上 看着很有趣的短视频 小视频 然后他 他 刷累了 就去打游戏 可能看黄片 然后吃着快餐 垃圾食物 去 放松所谓的解压 在凌晨1点30分的时候 他说他不知道 但是总是很累 在明天早上 他说他 没有能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睡了那么多 那么久 MARCUS MARCUS是一个 Ultimate 强壮 high value的男人 他去健身房 每天去 每天 准时早上 5点 就去 就算他身边的人 都说 哎呀 你应该有 Rest Day 你应该有 Cheat Day 在一天 一个星期里面 可能有几天 这样的Rest Day Cheat Day 这样是对你的身体 恢复是很好的 但是他会 他明白 对 如果你上奥运会的运动员 一样训练 像金牌选手一样 每天训练 超过7个小时 对 你应该要有一天的Rest Day 在每个星期 但是你 一个星期训练几个小时 大家好 我叫Carson 是一个去了健身房4年的人 其实从一开始 我不是完全是为了减肥 身材而去 其实我很多时候会觉得 没有动力 或者是没有能量 在很长时间里 只想 只想待在房间 不出去 不见人 然后只想躺在床上 刷手机 玩电脑 其实从大学开始 染上了很多不良的习惯 比如说抽烟 喝酒 夜店 每天混混饿饿的感觉 实在是真的很不好受 直到太入三十 觉得这样的生活了 不是我想要的 相信你也是这样想吧 因为这样你才会点进 这个视频去看 当时学识的 其实一级以来 之前学识的程式 或者是工作的上面的表现 都是抢差人意 就是很不理想 然后沟通 就没有自信 沟通技巧很差 看人的眼神 也是闪闪缩缩的 然后人际关系上面也很差 在无论在 呃 世人生活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然后 年纪 那时候年纪已经过了三十 就身材上面 就一直有个小小的肚子 然后很 其实也不是太满意自己的身材 呃 体能呢 也 开始走沙坡 接下来我会谈三个小建议 在你去健身房之前 这三个建议绝对能帮助你建立一个强制已久 一个很久的一个健身计划 第一个是去健身房 那我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 人至少要去到 physically 去到健身房 然后 我讲讲我的经历吧 就是我去 去了四年 健身房 一开始了 只是跑步 然后 呃 因为 害怕 不懂用那些机器 因为觉得很丑嘛 呃 始终是比较害羞 因为 怕别人笑嘛 笑自己不懂用那种机器 又呃 做错了动作 相信看这个视频的你 应该也有相同的感受 然后 我后来就换到 那后来我觉得 反正 跑步机你可能懂用吧 跑步你肯定懂跑吧 所以我就跑了 在跑步机上面 跑了两年 呃 每次是六公里 跑六公里 然后后来我换到 一个二十四小时的 健身房 那 那时候是因为 我有时候会失眠 然后 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呢 我就去 反正没人 我那时候呢 就去试用那些 呃 机 那种机器和哑铃 反正没人看到我 那也不会有人 去取笑我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是 physically 去到健身房 那第二个建议呢 是关于装备的问题 我觉得是 尽量用你现有的 装备 不需要完美 你的短裤 啊 普通T恤 然后加上你的 剥鞋 呃 当然跑步的话 最好是穿一些 啊 比较透气 不要纯棉的T恤 这样会跑起来比较轻松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关系 主要原因是因为 太多 装备的话 这样会 减缓你 去健身房 健身房的决心 尽量以一些简单为主 一些简化区域的着力为主 因为后来你做到后来以后 你就会知道什么装备你是需要的 哦 还有准备一个纯杠的水平 啊 最好不要是塑料的 因为塑料 呃 对你的身体不好 这个建议是在选健身房的时候 尽量选要么比较 Affordable的 比较便宜的 要么选一个24小时的 我的小小的建议是先 呃 试玩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先试玩一下一两个星期 到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个gym 到底是 呃 适不适合你 有的gym是比较 呃 family的 比较老人或者是小孩比较多 有的gym是比较 呃 那个风气是比较 比如说呃 很多大只老去练肌肉 呃 我自己选的gym是比较 呃 大学生比较多 呃 白领比较多 呃 但是也不会很挤 因为呃 他分店也很多 最重要 我自己的挑选法则是最重要是没有 异味 而且干净 环境舒服 所以总结一下三个建议就是 第一个是人到健身房 第二个建议是 不用完美的装备 尽量简单 用你现有的 第三个是选一个适合自己的gym去试玩一下 呃 在你呃 参加那种月费啊 或者是签约之前呃 呃去试玩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自己 我要这里分享一下呃我四五年呃健身的经历之后到底有什么结果啊 呃 我首先第一样觉得头脑变清湿了 呃 呃没有brain fog 没有呃脑雾的存在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了困扰了我好久 第二个是因为头脑变清湿了呃工作机会变多啊 呃这个是真人真事 就是我的工资是发了不止一倍 呃 我不是说你去健身一定要介绍我 但是这个是我的经历呃 我不知道两者是不是有关联 但是我是觉得呃有关联至少啊 呃 第三是我和上司跟同事沟通变得很顺利啊表达很清湿啊 得到了现在新的公司呃里面呃上司和同事的信任和尊重至少 还有就是跟十年前比了现在的我是最满意自己身材的时候 也是精神饱满最饱满的时候 我希望呃我的分享是对你有帮助 呃如果你是在想要不要去健身房的话 我的建议是去吧呃人生太短了 没有时间去在起点上面犹犹豫豫豫 我希望你在下面留言给我说呃因为看了这个视频 呃你决定尝试一下呃如果喜欢的话给一个赞我还有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